美麗家人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演員李宏晴 我覺得其實就是拍到最後 導演只會跟你說 你在這一場坐在那邊吃個蘋果 接下來就給你發揮了 因為我地球最後的夜晚 我拍了將近 我在凱里待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 我十拍十五天 所以呢 你會很自然的理解 當地人的一些習慣 理解導演的做事方式 所以我們到後來已經變成是一個默契 變成一個集體創作 而不是導演指定我說 洪喜你這時候應該要很難過很開心 或者是你可以做什麼動作 而是我們就是一個集體創作 他給我一個鏡頭 他給我一個鏡 給我一個運鏡 然後就給我自然的一個發揮 主要地球最後夜晚是比較free 跟張導的集體創作可能是比較偏向於 例如說我們要拍市場 然後我們就好好待在市場 然後市場 因為我們就要拍那個地方嘛 所以那裡會發生的事情 別的地方基本上不太會發生 所以呢 那又是另外一種生活體驗 那畢竿導演的是哪一種 畢竿導演的就是我們都在形而上的 相信一種電影之神的降臨 就是我們在一個 在一個好像精緻塔內的空間 我們創作在裡面可以發生無限的可能 但是張導是在一個寫實的範圍內 發現自然性的可能 對就是兩種不同的差異 我覺得體力吧 就是可能就我兩天拍一場戲 三天拍一場戲 有時候一個演員 如果你一直做同一件事情 你會很 很怎麼說勒 很累等很久 你會很發 但是呢 你如何在三天還是要保持 某種創作熱情 我覺得這是最困難的地方 主要還是 我覺得那就比較偏向於一種 純粹的演員創作 因為我想講這個東西是 因為我 我在演這個的時候 我刻意設定一個就是 我的表演就是0到100 我沒有中間的地方 我沒有就是 可能像我現在可能是30分40分 都在裡面要嘛就10分 要嘛就100分 要嘛就爆發 要嘛就沒爆發 即使沒爆發我也會保持 爆發的樣子 或者是我已經爆發 可是我還是保持 沒爆發的樣子 所以那個就是一個演員的 設定 一種創作模式 這個時候不會很愛他 我是歌迷啊 我也很害羞啦 是真的嗎 對啊 但 唉 算了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拜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